今天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老闆又說 我真的很需要妳 這樣子好了 妳回去想一下 妳現在的心血 我印象中大概是多少 我再幫妳加個四成怎麼樣 四成其實很多 我講實話真的很多 而且這 快一半 對 快一半 對 那其實 應該心動了吧 我那時候有一點點掙扎 因為妳去新的領域 就是新的冒險 有一些未知數 那四成 可我當下也沒答應老闆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當下就答應他 那表示我就看在錢的份上 那我不可能這麼沒用 對不對 少說考慮個兩個小時 因為妳也不可能當下拒絕他 妳拒絕他就是 妳當下答應真的是欺負 人家會說 妳就拿這種招數來跟我要錢 對 那我覺得我當下拒絕他 也就是表示說我朝不起他 我完全不念舊情 所以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那麻煩您再給我兩天 我思考一下 但其實我回去想了一下 我就決定我沒有要留下 因為本來就是想要有新的嘗試 而且要趁年輕要 才會有這種勇氣 有時候並不是擔當為了薪資 對 所以後來隔幾天之後 我又跟老闆說 老闆不好意思 那我就要決定我還是要離開 然後我自己覺得我這件事情 處理得還滿圓滿的事 後來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送了他一瓶 他非常非常喜歡喝的酒 那瓶酒還真不便宜 就是禮數有到了 對 我禮數有到 後來我覺得老闆有稍微諒解我 所以大概每隔半年到一年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他都問我說 Yanny妳要不要回來上班 我都非常非常感激他 真的 然後我覺得離職有點像俗話說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 那個心一萌芽以後 是很難挽回 老闆還不如做漂亮一點 對 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一個好姐妹 她就是最近孩子都大了 想說自己出來找個工作 煎個菜賺零用錢 就找了一間早餐店 你知道早餐店現在很累 因為你凌晨4點就要開始準備 然後又早午餐 要大概忙到下午的2點多 剛開始就是外場有一個人跟她 所以她們是兩個外場跟老闆娘 可是現在很多年輕小女生 她覺得這個工作時間 太累那個油煙 所以就辭職了 辭職之後 就變成她一個人跟老闆娘 你知道那個從4點 要站到下午2 3點 都完全不能做 那早3點要一直煎蛋 一直弄鐵板麵 很累 後來她就跟她老闆 要不要煎蘿蔔糕嗎 要 還有蛋糬 還有蛋糬 還有熱狗 後來她就跟她老闆娘說 可能我老公覺得我這樣工作時間 太長 而且現在外場只有我一個人 你知道老闆也很聰明 老闆娘 老闆娘就說 那不然我給妳加一點錢 我就把 我就給妳加個6000 那麼多 6000 那本來多少 2萬2 那很多 可是問題4 問題4你要知道 她原本外場是兩個人 然後兩個人都是2萬2的薪水 現在老闆不打算再找一個人了 然後變成她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 然後給她6000 妳覺得我多了6000 可是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 更累 更累 後來她就覺得說 雖然對一個媽媽而言 6000是還滿誘人的 可是她覺得還是算了 就離開了 我會建議有一些 剛出社會的弟弟妹妹們 那就是可能在離職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覺得薪水太少 然後可能也待個半年 一年而已就想要離職 因為對方其他公司 可能多給妳個2000 3000 那這時候 如果你跟原本的公司講 他也願意加妳加到這個薪水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就先留下來 要馬上加 不要說一年以後才加 對啊 這時候妳可以先留下來 一方面妳也拿到那個薪水 第二方面妳再把年資再累積 長一點點的時間 那如果說是像我們這種年紀 如果才要離職的時候 通常也不會是因為 完全因為薪水 可能就因為妳人生真的要轉方向 那這個時候又另當別論 這是我的建議 OK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這個念頭的話 走一點走得漂亮 留下好人生 謝謝四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